警报声响起就知道火车要来了 如果有人车在铁道上还有广播提醒 但是附近住户控诉 10号晚间这个平交道没人没车 甚至还没火车 但广播声却不停放松 火车快来了赶快离开平交道 跳针跳针跳针国台客三与轮播 但铁道上空荡荡是想警告谁 附近住户被吵得一夜没睡 和抓狂平交道一起抓狂 民众抱怨连连 但其实不是广播坏掉 或有人恶作剧 而是另有原因 主要就是后面这个 我们的红外线障碍物自动侦测系统 它的失焦导致我们接收端 没有正确的接收到讯号 连带的启动我们对公路 还有对列车的一个告警系统 位于新北市树林郡英街的平交道 一年多前加装的红外线侦测系统 感应器位移失焦 类似相机镜头没对好焦 侦测系统误以为铁道上有障碍物 广播才会尽责的不停狂喊快离开 警音响起时现场测得85分贝 这是设立平交道时订定的 合理警示音量 目的就是要确保用路人 能确实听到警示音 但广播音量因为是后来设置 没有明确规范 不过音量也调整为 和警铃声的分贝数相近 虽然红外线系统 已经在11号上午修复 只不过这个平交道 两个月前也发生惊险场面 火车还没来 乍兰就升起 高速自强号 差点直接撞上八台车 上回是电路感应器 发送错误讯号 这回又是红外线 侦测系统出状况 同一个平交道 两次出包 还真的是抓狂指数破标 记者杨中盛 罗绿新北市参谱